心脏不为不舒服。 我回头看看,来自于哪里。 腿体上有个人说, 当年上期期间被老师打了好几次。 所以,因为在老师的严酷的教育下, 然后他读了山术大学。 山术大学的含义是什么呢? 难道是大学研究生博士还是什么? 反正读了山术大学,很感恩老师当年打他。 后来我在上面给他留了个言, 我说是你内心强大,并不是老师正确。 经常好多人点赞。 对了,老师一打的形式来教育, 这个方法不可气。 每次被打的时候,心惊露跳的。 怎么可能出现呢? 如果有出现的时候也是暂时的。 或者说我鼓勒一颗气, 我要争口气什么之类的。 那也是一种。 只是,你有这个能力激发出来。 那方法肯定是不对的,用这种方法。 所以,应该来说心理不舒服,一阵阵不舒服, 是来自于那个事情上。 来自于那个事情上。 反复的,是来自于那个事情上。 我给他留意了一下, 我留言上,我是内心强大。 所以心上不会那个不舒服, 是内心强大。 是他内心强大, 确实是自己的内在力量。 并不是因为老师打了他才有这个效果。 而是他自己内心强大, 也许被老师刺激了一个, 他把这种强大内心在碰巧。 他在发挥的这个碰巧。 没有一个说是靠这样的体罚成长的。 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物体。 好,知道了。 好,再见。